10号 郭欣 我问一下 你的店还要人不 要啊 特别缺人 我说也不是搭工 我说待会儿当老板去 你待会儿 当然了 我没说吗 和我回家干生铅 保你日日先又先 那就妥了 当然缺呀 就缺老板 现在就缺个老板 郭欣啊 你上超市当老板去了 那些牛怎么办呢 先把媳妇混到手 牛可以探两天 牛听到这儿会伤心的 牛都等着你送子呢 我借给他送子了 我自己还没送你 那个 和心觉得姑娘咋样 好 那我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是 好 好 来看第二个照片 我就想找个 东北老爷们性格的人 办事大方的 做事长凉的 不喜欢婆婆妈妈 叙叙叨叨的男生 我呢 性格有点硬 所以想找一个 性格柔一点的男孩 希望咱俩吵架的时候 是男孩先离头 如果是我的错 只要你肯让步 我过后也会认错 然后你挣多少 没有那么债义 因为车房我都有了 台里我也会不要 只要你有上进心 事业心就行 这样的我台上的小伙儿 你们会喜欢吗 10号 国欣 你们咋灯灭了呢 昨天短片里头 她的车房啥子都有了 然后还要南方上塌了 我觉得有点像倒茶门似的 我觉得这块灭的 为啥要倒茶门呢 我没说要你跟我一起回去啊 你可以有你自己的事啊 你的短片不说 你的车房啥子都预备好了吗 不是 预备好了 我也没说要你跟我回去啊 有现成人不跟你回去上去 对啊 你原来打算娶媳妇 你要在哪儿啊你家 她就跟着你上哪儿 不就完事了吗 她想告诉你 在沈阳那边有房有车了 对吧 是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这意思啊 对 对啊 你咋就 她跟沈阳那边有房有车了 我想回农村生活 她有地儿啥 她也不能跟我走啊 哎 你们不是都想找那种 不要彩礼的姑娘吗 人家就是啊 对吧 之前我说 关帅是不是可在乎 有要不要彩礼的姑娘 你看车房都有了 还不要彩礼 其实这个跟彩礼 两码事一样 就是我喜欢的事 比如说 我跟你处理什么事 你就去做 就你要不愿做 你就得要呆子 这不男人就应该挣钱养家 女人冒美如慌 但是我不希望 我不希望我的女朋友 或者咋的 她自己的创业干啥 如果她真比我好了 我还记住 我还不得劲 就我的人就这种性格 这太好了 大男子主义啊 对 有点典型啊 关上啊 对 然后吧 就是她脾气这一块 我感觉 她俩要在一块 好像是不太乐观 我感觉她性格 她挺爷们儿 所以说 她俩要碰上 肯定擦出火花来 什么火 擦火花不挺好的事吗 不是那种火花 是冒火星的 我看到场上 是5号刘青松的灯亮着 我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没意见 掌声有请5号刘青松 有请 我是觉得刘青松 今天能做出这个举动 还挺让我惊讶的 因为她一直都是一个 特别不主动的一个小伙 你先说说 对姑娘的这个印象 好在哪儿 就是我的爱情血缘嘛 也是就是想找我 就是挺强势的嘛 就是能踏踏肯干的嘛 很喜欢这种特别能干 特别茶愣的姑娘 因为我每天工作 确实挺累的 我来的前一天晚上 我是挂点滴 然后过来的 挂点滴 感冒了吗 还是怎么办 对对 我这赏是发炎了 每一天都特别的辛苦 现在我说话啥的声 都是特别哑 特别 就是状态特别不好 不是 这个轻松啊 好像姑娘在暗示着什么 好 快点一个啊 谢谢 Bianca 放弹 만들宿 对 这赏是帅arena 一起参与 老德朝 施局的去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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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松 能做到这一步 我觉得挺 很难的 太棒了 你往回退了 就站这吧 好 好 我只能说 举着我可以接受 但是 对不起 没关系 为什么呢 我还是想找一个成熟一点的人 就可以说在我的事业上 可以说为我指明路 就是说在我不开心的时候 他能说给我一些很好的建议 告诉我怎么去走 以后的路怎么去走 我希望找到一个这样的人 祝你能早日找到你心中的那个他 好 好 谢谢轻松 很勇敢 掌声送给轻松 我之所以觉得刘轻松特别适合你 是因为什么 你要找 就是刚才官帅说了 你的性格比较急 一上来容易有一点暴躁 有一点急躁 轻松这样的是什么呢 你说啥他都听喝 然后呢 你说咋干他都能咋干 他也不能跟你布布冷冷的 你俩不能干招 你所有的拳头打到他身上 就跟打沙袋似的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在性格上 是特别互补的 你要真找一个齐了咔咔也特别能干的 他也强势 你也强势 但是两个人往往有的时候 会有点硬碰硬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对 今天就是很遗憾 希望有机会的话 姑娘能不能发出一个邀请 第16集 再走上这舞台 好的 我一定会来的 好 我一定会在这个台上 找一个新一个她的 人生天使 掌声送给姑娘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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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